确实挡不住 华叶尔这一夜漂亮 这球打得硬 讲道理来说是苏尔鱼要强一些 比赛开始 那么场上升纯蓝色球衣 从左向右进攻 现在拿到球权的就是福建队 确实这场上的专注性 胡锦秋这是他的一大长项 林志杰怎么样 也短 还是自投自抢 连续两个篮板了 胡锦秋非常舒服的跳投 也没进 又是一个篮板 好球林志杰 开场呢 福建这边应该是 这一个回合就连续丢了三个篮板 情况下呢 脚底也没控制住 林志杰怎么样 好球 顶着陈林坚的防守 墙头三分 这样广沙反超了 胡锦秋鱼的一个挡拆 眼光质量不错 好球 这就是打大王防不出来 再传出来 时间还有 看忙活得怎么样 这边刘正防的还是不错 再给到陈林坚呢 不是什么好几位 好球 这边林志杰的快下 两分打击 确实挡不住 哇 黄烟尔家一夜漂亮 这球打得硬 今天除了福德森之外 林志杰是全场打的最有侵略性的球员 陈林坚今天确实 总体的效率并不是太高 林志杰 一边苏绿鱼在要位 哇 三分投进 这阵连败的原因 就防守的韧性啊 显得明显不足 朱博芬就伯特森斯 大空位 好球 上半场是只有五中一的三分 是撕裂防守的能力 还是给队友去传球的能力 都是要差一些 那他如果能个人去攻坚 去得分呢 也行 再往外传 还好没失误 这边荒废的防守 怎么样 三分命中 又是林志杰 又拿一个篮板 又出现了连续篮板的时刻 跟上半场一样 哇 林志杰 强投命中 漂亮 前边 那么多机会啊 都没有投进 都是各种大空位 没有投进 结果这球在底角上呢 不是一个好机会 林志杰投中了 个人能力啊 好 那么恭喜广煞 在主场呢 第四节大比分落后 十分以上的情况下 完成了强势逆转 一百六 四 四 二十分之后